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謙 今天呢我要來教大家一個Pokemon GO的升級小技巧 為什麼會說是升級小技巧呢 因為這一個小技巧可以讓你的Pokemon GO 人物等級上升的非常非常的快 還記得上一集我有跟大家說 如果你有抓到很多重複的神奇寶貝的時候呢 你可以按神奇寶貝的右下角 Transfer把它變成那個神奇寶貝的糖果 那糖果可以做什麼呢 我在上一集沒有跟大家提到 糖果呢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呢是可以讓這個神奇寶貝的能力值上升 第二個呢是可以讓這個神奇寶貝進化 如果說你的這個神奇寶貝它已經是在最終進化的話 那它就沒有辦法再進行進化囉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的升級小技巧是什麼 那今天我們因為已經蒐集了非常非常多的 呃綠毛蟲 呃獨角蟲 波波 呃對還有超音符小拉達這類型的神奇寶貝 我們把它收集下來 然後存了很多他們的candy 等一下我要一口氣把它們全部進化 當然 進化一隻神奇寶貝它會給你500的經驗 但是如果你在進化的時候吃了經驗加倍蛋 那你升級一隻神奇寶貝的經驗就會是1000 所以如果我們蒐集很多很多的神奇寶貝 再一口氣把它全部進化的話 我們等一下的經驗就會非常非常的可觀喔 那在進化神奇寶貝之前我要先跟大家說說 為什麼有些神奇寶貝我有打星號 有些神奇寶貝有沒有打星號呢 在Pokemon GO遊戲裡面呢 它有一個值叫做IV值 這個值呢就是很像是神奇寶貝的 與生俱來的一個能力 那可能先天性就是非常非常好的神奇寶貝 那有些神奇寶貝沒有那麼厲害 所以它的先天性就沒有那麼好 如果大家有興趣想要查查自己神奇寶貝的IV值的話 可以上網找一些網站 那我在這邊不做提供 因為有些網站可能會有賬號外流的風險 還是可以去找一些網站來計算自己神奇寶貝的IV值喔 好啦說了那麼多 我們準備要來進化我們的神奇寶貝啦 首先我們要先來吃我們的經驗加倍蛋 Fucky Egg就是我們的經驗加倍蛋 我們就直接把它吃下去囉 經驗加倍蛋吃下去 我們趕快來升級我們的綠毛蟲 綠毛蟲我們就直接給它Avalon 直接讓它進化 綠毛蟲進化 綠毛蟲進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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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現在等級大約是15等喔 等下我全部進化完不知道會到幾等 OK 它變成 鐵甲勇 我現在動作要稍微快一點喔 因為我們的經驗加倍蛋只有30分鐘的效果 所以我必須要在30分鐘內 把我收集到的所有神奇寶貝進化 在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Pokemon GO大約在人物等級20等以後 你開始抓到的怪 它的CP值數值才會比較高一些 這個時候再來決定 你要留下哪一些神奇寶貝才會是比較好的喔 直直衝到了17等 也就是說我剛剛的升級一等又一半 我們從15級半升級到了17級 OMG這個經驗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 這個小技巧大家一定要學會 升級完大部分的神奇寶貝之後 又到了我們賽神奇寶貝的時間啦 要來告訴大家我這幾天收集到了哪些新的神奇寶貝 剛剛我們進化出拉達 大隻的拉達 那我也解鎖了一個大隻拉達的圖鑑 對在這裡 嘿嘿 笑哈 然後烈雀還不能進化 所以我還沒 還沒有他的新圖鑑 然後這個是穿山甲 穿山甲也是我後來 後來在外面解鎖的一個新的神奇寶貝 尼多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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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公的跟母的 對兩隻我都抓到了 然後這是皮皮 喔 胖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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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次好像 上一集我還沒有胖丁 不過這一集我就抓到了一個超肥胖丁 8.75公斤 然後 再來這個是大嘴服 走路草上次也有了 OK 這裡 這隻好像是新的 這是 派 Piris的進化 Piris 可能還不能進化有點可惜 不過也快了 我們下一集應該就可以讓可哉他進化了 這裡我有孵出 對 這是蛋孵出來的是 地鼠 對 蛋孵出來的地鼠 然後這個是喵喵 然後他進化上去會變成貓老大 那這個我也還沒有 還沒有得到足夠的Candy可以讓他進化 蚊香蝌蚪進化的蚊香蛙 對 我剛剛差點講快勇蛙 快勇蛙是他的救急進化 這是他的蚊香蝌蚊 蚊香蝌蚌我有抓到 也有用進化的 然後我也有找到這一隻 這一隻是我們的 凱西 凱西我有用抓到的 也有用孵出來的 孵出來的兩隻都是CP10 然後我抓到的是157跟38 然後這一個是蚊蜊 蚊蚊也是我 抓到的 呃不 蚊蚊是我孵出來的 用蛋孵出來的 我其實孵出蠻多蛋的 然後這一個 大的喇叭花 是剛剛進化進化出來的 OK 然後這一隻水母 水母是我 好像是我抓到的 我有一次在 呃河邊抓到的 小拳獅也是我孵出來的 這隻是非常非常可愛的 一隻神奇寶貝 而且他的IV值還蠻高的 我沒記錯應該有90% 然後 這隻是我孵出來的 讚 我應該會養這隻獵馬 不過我不知道 再去哪裡抓其他的獵馬 因為我 不 小火馬啦 我剛剛只講錯獵馬 這隻是小火馬 他升上去才是獵馬 我不知道去哪裡抓小火馬 才可以 讓他進化成獵馬 有點可惜 呆呆兽 呆呆兽還不能進化 呆呆兽也是我後來抓到的 然後這是 小石怪 小石怪也是我孵出來的喔 然後這個是 嘟嘟力 三頭鳥 嘟嘟力 也是我在路上抓到的 鬼屍也是我在路上抓到的 然後劇前一些是我們剛剛進化的 然後這個是 嘎啦嘎啦 很可愛喔 嘎啦嘎啦 然後這個嘎啦嘎啦 是我在路上 敷一敷敷出來的 誕生的 誕生的嘎啦嘎啦 還有這一隻 迷你龍 迷你龍是 我有一次 忘記在哪一個百貨公司裡面 抓到的 迷你龍很可愛 這是我第一隻迷你龍 不過 迷你龍聽大家說好像也只能當作 偏地用 到時候可以是 到時候是可以直接抓快龍的 我還蠻期待可以抓到快龍的 好啦 那這一集介紹神奇寶貝的小技巧 大家學會了沒 如果大家還喜歡這集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點個喜歡 希望這一集的小技巧有幫助到你 讓我們一起找神奇寶貝大師 在前進吧 那我們下一集再見 掰掰 See you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的升級小技巧呢 那今天要來教大家的升級小技巧 5隻左右的貓貓蟲 摓 5隻 Prof E